高雄一大楼火灾罹难者可能超过30人 新华社台北10月14日电 据台湾媒体报道 高雄市沿城区城中城大楼 14日凌晨发生火灾 截至5间消防单位已救出62人 其中14人无呼吸心跳 还有10人死亡 死亡人数可能超过30人 据悉 当地消防单位共出动31个分队前往救援 消防单位表示 现场火势极为猛烈 多楼层严重烧毁 建筑物老旧 事业杂物堆放众多 造成救援行动困难 目前高层搜救还在持续进行中 最先燃烧的是一楼店面 为一家二手家电公司